电专业选皇军万两 大家好 我是安装公小米 现在是我今天晚上的最后一个活了 这个活呢 是一个组装家具的师傅给我介绍的 过来干这个活呢 业主说他们找了个师傅 然后给挂 因为不专业吧 然后在墙上砸了好多个洞 最后也没有挂好 然后组装家具的师傅呢 刚好也认识我 把我推荐给这个业主了 因为他离我家也不远 离我小区比较近 然后我就跟他说 晚上回去的时候给他挂一下 然后三幅画说了个60块钱 挂这个画呢也比较快 也就20分钟到半个小时吧 我挂这种画的话 一般都是厂家会带几个钢钉 然后直接砸钢钉挂就可以 然后取重的话就是用水平仪 放一条中心线 两边去测量 挂这个画呢 然后我打钉子的地方呢 提高了两公分 因为之前他标记的位置都砸的好多都是洞 用这个画框呢 要把它全部都遮住 这样的话就看不见后面的坑坑了 往往像墙上砸这么多洞的 有时候都是他们业主自己挂的 我这个也不清楚 他们是自己挂的还是找人挂 找人挂应该不会挂成这样 墙上滑的全部都是用这个框子滑的很多 那个滑痕 整个墙都毁完了 我挂它这个是以它的沙发取重 因为它这个顶子的造型呢 做的不是居客厅的中心 以顶子没法分重 然后就给他建议以沙发分钟 两幅画之间空的距离呢 也用15 用5公分 10公分 15公分 20公分 然后做了对比 让他选择那个看上去最舒服的那个距离 然后给他定了个15公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他这个自己挂完的这个画框 本来啊 这个钉子人家是隐藏的 他非要把这个挂钩给反过来 反过来的话 他有弊端呀 因为你在墙上砸钉子或者打孔的话 挂上去以后钉子是未露的 露在外边 这是不美观的 我还是把它这个全部给他返回原来的位置 安藏在里边 这样挂出来是没有钉子孔的 这样比较美观 这几年 像这种画可真没少挂呀 然后也找到了自己的方法 挂这个现在速度非常快 记得最早以前挂画的时候 左凉右凉左等右等 那时候不用水平仪感觉 哎 没法这个 确定好位置 然后挂出来 有时候还要考虑平与不平 平行度呀 垂直度呀 全部都要考虑的 现在用水平仪的话 我觉得这个效率会提升一大截 然后装出来以后 用数据来说话嘛 毕竟客户比较满意 这样做的话 第一是标准 第二就是客户看你比较专业 我这个锤子不大 然后砸钉子的时候要多砸几下 看我这个手法 应该是一个老师吧 打拇指就在锤子旁边 哈哈 那是锤锤 进走 跑偏的话就砸手上 像这个画 它与中间那个画能相距是15公分 然后我们把水平线直接控在15公分上 以15公分呢 取这个画的中心 这个画本来是60公分 然后取个中是30 然后以中心点 向两边画这个挂孔的位置 位置确定好以后 我们就是从从这个地砖往起量 因为地是平的 地砖一般都是平的 从地平翻起来的尺寸 然后两边画一样就可以 那用这种画我就直接忘了什么 那这些什么 然后 像这种画我们挂的时候呢 我们下边啊 一定要离墙远远的 鞋子挂 这样的话就不会蹭到墙 有时候你直接上的话就是 有时候蹭着墙 左推一下右推一下墙就给蹭黑了 这里留什么 好了 三个画六个钉子 一个钉子10块钱 这是他自己砸的 我也不知道是谁干 就赶成这样 干不了了 找到我 但是我的价格也是合理的价格 三幅画60块钱 离我家比较近 他这个墙呢是碰了乳胶漆的 然后问我这个划痕怎么弄呀 我建议他就是用那个乳胶漆 用那个小毛刷的 重新刷一刷 把这个痕迹盖住就可以了 我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好了 本期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你们觉得这个安装费合理吗 收他60块钱 反正业主掏这个钱是欢欢喜喜 好开心啊 你看他笑的 好了 拜拜 那是补体